大家好,歡迎收看即時公諒,我是Viccao英文 這次有Stanley,還有嘉賓Stanley,你好 如果大家有任何問題想問Stanley的話 可以開啟204-6566,或者可以把問題電郵到ASK-BS-CHANNEL.COM 以及WhatsApp到91571428 我們Facebook也正在做一個,留個影片給我們,我們會盡快解答你的問題 也先和大家看看港股 最新手勢,恆生指數最新報在25746點,跌了407點 國企指數跌了133點,報在10357點,大市成交率有311億 Stanley,即是昨晚,市場都是因為內地出招而爆升 看到昨晚,其實內地都接連一些動作 他再出之外,除了已知的減稅和股權質額之外 昨晚亦公佈了,設立1000億人民幣總規模的資本計劃 以及人行亦會為中小企增加再貸款和再貼現價到1500億元人民幣 其實都反映了,今次中國好像很用力,很出手去救股市 但今天回來,恆治都要跌400多元 雖然這股跌得太多 不過,其實今日港股都跌回昨晚升幅的超過一半出來 是不是反映這些措施都沒有什麼作用呢 我不知道大家怎樣去想現在內地這個救市的情況 但我會這樣看,你可以說,救市這個動作本身是 我覺得都是叫正面,很正面 但會不會太多呢 其實這幾天的時間,你看到那些消息 你看到那些政策,甚至乎一些文章裡面 你問我自己,我都吃不笑,太多了 多到根本上,你可能去解讀,找一些特別的原因 你根本上都沒有這樣的時間 或者是你真的看不明白 所以這件事,我想有好有壞 先說回,好的方面 好的方面,意味著內地方面 是很多的政策、措施 想說要捉回市,捉回A股做得比較好一點 但不要的話,我這樣悲觀你 不要的話,等於A股很有問題 如果你沒有什麼問題的時間 你不需要用到那麼多的措施 做這件事 所以反而反過來,我會覺得,捉太多了 其實你的原意是對的 你可以說,你出很多的措施 你希望令到市場的情況,是要找回 其實這一步,我覺得是在某程度上做到的 還有,因為現在那個問題 我們說那些是股權質額的問題 按道理,你的市場升上來的時間 這些股權質額的壓力,其實是要鬆一點的 但問題是,你太多的話 不期限開始令大家,真的會有些 比較上等,比較負面一點的事情 我剛才提及到,會不會太多了? 多到我覺得,是不是真的很不行? 因為很不行,所以才出這麼多 反過來的,你可以說 任何的事情,有兩面的 即是,你出招本身是 這個動作是對的,但問題是 背後的原因就是,通常你不碰才要出招 你碰的時間,你不用管 你的市場也行不行 你不可以,才要用這些動作去做 但是,太多了 多到的情況,其實真的 你真的覺得,真的需要這麼多措施去做 真是明白的,多管齊下是好的 但過多,變成真的出來的反效果 更加之大 還有,因為我會這樣看 本身,你看回今次的措施 很多人可以在全方位 不同的方向去做 但問題是,很多地方是很不清晰的 以昨天為例 你講到說,可能再有些資金 去扶持一些中小企業的發展樓 但你裡面提及到,你會幫什麼企業 幫一些類似說,可能說 那個表現很好 什麼健康 什麼健康發展增長的行業 有潛力那些 沒錯 但問題是,怎麼為止有潛力 為止一家好的公司 好公司,大家的定義都可以很不同 究竟你是會幫哪些呢 甚至乎,再想深入少少的時間 你要幫一些公司 如果我和你朋友一點 你先幫我 很簡單 所以很多東西 其實你看一下 你反而覺得很不清晰 你好像 沒錯 你的大方向是有很多的方向 你會做的 但問題是,你到底怎麼做法 你有什麼是幫什麼不幫呢 你看完那些東西裡面的話 其實你真的不知道 所以我會覺得 沒有 不過這次很有趣的 你問我的話 我會覺得這次的效力 比我想像中 都真是弱 不過都真是可能和花 又出太多多焦的關係 所以就問到現在沒有 你說A股 當然你說 A股現在那個走勢 都隨時 可能轉個頭眼一點回來 又會有些 可能又升上去又不出奇的 但是都要那句 看成交量的變化 因為成交量是適合別人的 而且錢在內地方面 是以省戶為主 這個成交量 真的叫做 保留得多的話 變相之下 是一個 叫做 一個看市 所以 以昨天的時間 四千二百多億 其實在近日來說 算是比較多的一日 但是如果說今天的時間 整一下整一下 好像現在是 大概是十點半了的時間 現在的成交量 大概是千五億了 不過不失 又不算說很多 但是也不算 近日來講 也不算是少的 所以再沽車看看 你說晚一點的時間 有沒有機會有成交量 再有些增加 現在斷定反彈案件 就太早了 我想 我還是覺得 看內地的市況 行程 你說是否說 升跌那麼簡單 其實不是的 最主要就是 成交量的變化 今天成交量 大概是四五千億 都 都收貨 不過問題是 再看看 現在 假設現在的市 究竟是否已經 叫做完 我想是言之常做 還要再觀察一下 好 那市就繼續 看著它的情況 不過陸續 都會有些企業 就開始公布 第三季的業績出來 就是中移動 看到剛剛出了的 就是 它就公布 九個月 就賺了 950億元人民幣 微升3.1% 但收入方面 就看到 跌了0.3% 客戶人數 亦都比上月的增長放緩 今年首九個月 移動用戶 也都下降了8% 其實相比起另一隻 聯通 其實它也是下降了 3.3% 你看到中移動的表現是差一點點的 今年其實中移動 也都看到它有減價 以及受著內地取消數據 漫游費 造成了一些影響 其實Stanley 你看到這些數字 會不會都覺得是預料之內 我都真的預料了 中移動 其實你說 它的業績有沒有什麼驚喜 都真的很難有 因為為什麼呢 其實內地那個 叫做電訊市場 已經去到一個 相對比較飽和的狀態 你看到現在 還有沒有機會可以說 有些很高的增長 難的了 你之前有些叫做降費 提出降費 這件事 必須是說 沒錯的 你的數據的容量其實是多了很多 但是你看到 你有沒有看到那個 這件事 轉化為盈利 其實你見不到那個情況 你見到其實是很難的事 而且因為這次的業績 真的你可以說 有輕微的增長 應該按道理 有一點是關於鐵塔公司 上市的一些關係 中聯通幫助是很大的 就是你看看中聯通的業績 其實如果你真的要嚴格上 你刷開去第三季的業績 去看的話 你會見到那個有趣的現象 那第三季的中聯通的表現 是沒有什麼的 其實你可以說 如果那個業績 其實跟上年同期相比的話 是沒有什麼增長的 因為本身它的數目 第一就是說 中聯通在上半年的時間 其實那個增速已經是很快 所以變成去第三季的時間 按道理 你說它現在是賺一倍 一倍多些 在頭三季的時間 但是問題是 純粹第三季的時間 它裡面有一條數 加起來就是 那個叫分拆鐵塔公司的數目 大概是十一至十二億多了 你撇除的話 再減回上半年的業績的話 其實第三季的業績 基本上是接近持平 真相不多 所以你可以說 其實看他們的業績表現 兩間第三季都不算是好的 即是都真的很一般 所以你去到股價 聯通今天有些小彈幅 中聯通跌 都很正常的事 另外兩間公司相比的話 中聯同的情況 當然都比較上是 即是更加好的發展 都一般的 因為你看到這次 其實現在去科豬那個 後會佔比 它大概是七成半了 現在中聯通的那個 科豬後會佔比 就沒有過七成的 所以都變相 就是它那個 未來那個科豬方面的發展 都可能會比較 相對會比較快一點點 但是相比之下 你講現在這個 叫做中二棟 你的科豬後會佔比 這麼高的話 你按道理 你要再推上去 就真的不是那麼容易 所以變成你說它的業績 其實你預算都 沒有什麼 什麼很標籤的情況 還有呢 講了一點點 因為剛剛講的事 有些事情還沒講 是什麼事 因為現在你看看 尾棋 其實是跌得多的 剛剛突然想起這件事情 你見到尾棋 現在的倒棋 都好像跌差不多 成一百六十幾點 是啊 所以我試驗一堆下去 都有些原因 講中一點 然後講一下 你喜歡中聯通 因為本身你喜歡中聯通 其實你沒有 你過去增長 真的很難 所以變成我現在 沒有了 這兩隻股份 你要選比較好一點的 就是中聯通 中聯通 但是 我常常都說 這一堆的 不要說這兩隻 加上中電信也好 三銀公司 其實都面對著 之後再做5G的時間 我覺得始本開始 真的會很厲害 所以三銀公司 如果沒有貨的話 都不建議大家考慮 但是其實中移動 一向都是跑贏大士的 看到之前跌市的牌 但是今天 出了數據之後 會不會說沒有這支歌仔唱呢 又不會的 反而人大事的原因 都不是業績 就是業績 有沒有什麼很大的憧憬 我相信都不會有人有什麼憧憬 真的沒有 但是問題是 因為現在這段時間 市房都比較上 叫做 都是反覆一點 都是比較差一點 這類公司本身 現金流又比較強 也都可以說有多錢 業績又比較上 屏不屏不屏不屏 沒有什麼特別的 這些反而有些資金 是會追蹤回來的 所以變相 現在沒有 就是中移動這一下 股價跌 又跟著市力走 只不過我覺得 你有貨的話 可以拿開去的 現在有大陸四 這些正在關掉 都值得可以先拿著 OK的 好啊 看完中移動 都想和Stanley說一下 豪賭股 今天都覺得 是跌得多的一個板塊 又比看暢淡 是啊 而且它都出了第三季的 倒收的數字 按年就升10.2% 但是看到VIP倒收方面 按年升3.6% 但按季都倒退2.3% 似乎VIP的表現 真的如大行所說 是差一點的 你那個數是什麼數 你看看先 這個是 應該是大行的預測 不是 我今天看那個 如果你說那些數字 那些數字 我想大家都預料到 中場那邊是會理想的 好像貴賓廳那邊 可能會差一點 但是 因為他們本身 好像還未公佈第三季的業績 另外 那些大行說來講 都說了兩件事 就是說 好像今天那兩間行 一間就類似 在說這個 什麼 我們去禁煙那件事 你不到 可能你說 VIP那邊有些影響 還有 都收的數字 其實今天最終金那份 他都是說 不過我覺得 他原先那個預測 就過於樂觀的 他好像猜 就是說 下年那個 賭收的數字 增了百分之十 現在好像把那個 那個增幅 那裡百分之二 其實我覺得很合理 但是百分之十 似乎之前來說 太過 太過樂觀了 但是問題是 你說這些 就是他們所說的這些因素 某程度上 都已經是 反映了 已經說出來 所以我再跌下去 這一下 又遇到 是幾無辜 幾無辜 因為他們說的論點 其實你可以說 跟之前點一樣 所以 已經沒有了 跌下去也有先 沒有辦法 不過有貨多下 先拿著貨 但是Stan 你今天不是說 豬奧大橋開通的 有這個開通儀式的 其實 基本上 對這個豪賭股 都有些正面的作用 其實沒有 沒有的 哪有的 意思之間是用來炒 這個消息 這個消息 純粹給一些 有些人說炒 這個 因為港柱大橋開通 又會旺一些人流 又借小錢 又走一轉炒 但是我見到 匯政有一個很特別的說法 他就說 習主席 因為南下 所以 那些豪賭股都要 收斂一點點 所以 VIP的收入 就會放緩了 就是任你講 其實是 如果這樣算的話 習主席都來一天半天 是 你會不會因為這樣一天半天 而搞到 你說的倒收數字 會有一個很差的表現 這些真是 找人來講的 是啊 每一天都有一些 很不同的消息出來 如果你說 去住一個月的 你那個月 倒收的影響 又說就是真的 你去一個一天的時間 你真的會有什麼影響呢 你不會因為習主席 去到澳門 你不去到 就是這樣 怎麼算 那些人去多了 去多了澳門 我想記得見他 是吧 是 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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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些預測 有時候很多拘捕 不過算了 我出去 看看有沒有報告 看一看 看一些理據 怎麼說 不過有時候沒有的 大行這些報告 我常常都說 參考一下 他論點 是不是一定對 我真的不敢看 所以沒有 再看一看 但其實Stanley 對於毫賭股 都還有信心 今天跌了 接近百分之五 下來了 是 44.95 沒辦法 因為VIP VIP場 比較多少少業務 你說 他講到VIP這麼差 你說 銀魚的跌 都很合理 不過問題是 我覺得這價位 就算是 到底那麼小 如果買來 賣來叫做 博客 我都無妨 可以考慮 可以考慮 我們都開始回答 WhatsApp朋友的問題 好 有位朋友 剛剛我們提到的 941 他就說 撲了很久 是不是今天呢 要賣呢 撲了很久 現在要賣 是啊 都兩看 因為 剛剛提到 業績 表現 沒有太多特別的東西 其實他真的不會有什麼驚喜的地方 你會見得到 除了他派息之外 派特別息之外 不會補得特別的東西 所以 論業務的發展 其實他真的 不會有什麼驚喜 只不過就是 因為他本身有一個比較強勁的驗筋流 還有就是說 他錢多 所以 你說在一些叫做跌市 市比較差的情況之下 分分鐘 他的股價表現 可以做得比較 相對比較 硬正一些 所以你說 假設你覺得市 要真是叫做賺下去的時間 反而調轉 你要買put 的話 不應該買他 因為這隻反而 可能相對會比較硬正一些 所以如果你本身 你說現在是 有put 不如你 吃一半 吃一半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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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還有一隻put 就是2318 這隻 蘋寶 他都put了 應該怎樣呢 但他沒有說多少錢put 這隻 這隻真的兩體 你見不見今天市場這樣走 他還可以升 他證明了他一隻強勢的股份 還有 這個叫做內險股 似乎在今年的 即是我們說的是 第四個月的時間 新業務價值的表現 應該不會太差 因為上年的基數比較低 所以一定今年應該會有些 比較好的表現 但問題是 如果市場 如果A股很不行 回想下去的話 那怎樣也好 平保會受到一些拖累 但相比之下 你要put這個平保 我覺得 有一定的 怎樣說 難度 又不是難度 是直播率 我覺得你說 put平保這一隻 因為這隻真的叫強勢股 這一陣子的時間 你put這隻 除非你覺得它的業績很差 而且 真的A股是突然間有些崩盤的情況出現 如果不然 它的價格會比較難 所以你又要買這一隻 我不知道你買了沒有 但你買了的話 不如考慮另一隻 其實你好像 如果按道要put內險的話 人手也是可以put 不過人手 說真的 人手的put也不太多 說真的 要慢慢選 是啊 是啊 好啊 這位朋友仔 考慮一下放了一隻平保 考慮一下這個國手 或者轉了算話 好啊 接下來我們聽聽家庭觀眾的電話 一位馮小姐 旁邊等 馮小姐你好 你好 兩位好 你想問什麼 我想問銀魚217和2207 如果買哪些就好 兩隻給我選 兩隻給我選的話 我寧願選銀河娛樂 我講真的 因為為什麼 我覺得銀魚 即是那些是豪島股 其實真是你說 純粹大行的報告 其實都可以說一些 即是叫相類似的東西 你說有沒有一些很新的東西 出來好像有些特別的因素 令它們跌 好像又沒有什麼 所以你問我選的話 銀魚這位其實是直播沒有的 你會用這些位置 作為一個叫賣入價 你可能定下 你說是42 或者41個半左右 作為止射位 即是這些你可以說 輸的有個譜 但你說好像 這個內房板塊 比較尷尬就是 政策任何東西 都似乎真的都幾 不利它的發展 所以變了你說 對於你說豪島 對於你的內房股來講 其實是難搞的 我覺得它們的前景都 都會見慮著比較多的挑戰 所以如果你要簡直來博反彈的話 不如博銀魚好些 好啊 那你小姐可以考慮一下銀魚 另外有位朋友仔 他就想問一些若股 若股1093 石藥有沒有機會再上升呢 我覺得有 我覺得其實石藥這些 現在到這些位置 開始真的很吸引 你要去回這些位置大概是 不過其實再好 之前 16元以下買的話 真是最理想 現在這些位置 反彈一些 又不是去不吸引 但問題是 始終是 怕市場 再有比較大的震盪 其實你看 若股裡面來說 1093這些 這個業績 我預約了它 不會怎麼差的 即是你預約了它業績 是會OK的 到時業績出來好的時間 看有沒有機會再大多浸上去 還有這些基本面子 是比較強一點的 所以按道理真是 不知道 若股我覺得要選的話 都是非去莫屬的 若股是不是轉勢了 其實見了底 沒那麼快 沒那麼快 去到轉勢 又不能這麼快說 我想任何一個辦法 都比較難說是否轉勢 但是你說到這一位 有沒有一些叫 吸納或者是價值 開始是浮現出來 約股是其中之一 特別是四月這些 其實論前景的話 真的沒有理由這麼差 當然你唯一可以說 它的估值上是不算很便宜 現在都說了差不多 37倍PE 它真的不是算是便宜的 但是它增長只要保持 好像你說是三四成的話 其實問題都不大 所以現在 如果有沒有貨 就沒有貨也好 博反彈的話 都可以考慮一下 好 沒有 只要轉回指示位 你說這些位 譬如說你不急著買 你看有沒有機會 可能你說十六個半 或者再低一點的時間 再考慮一下 都可以的 好 另外有位朋友 就是想買車股 吉利 吉利是買得過的嗎 沒有後 車股 這麼多板塊可以博反 等一下有車股 我最近看到它 那隻新車很帥 那個飛機的車 你會不會買 帥而已 買不起 不是 真的嗎 飛機的那輛車我想說少少的 好帥 你想想現在 現在這個世代 是不是這麼快 會試駛到一輛飛機 那個零空的車 是不是 技術上 是否已經可以用到 可以長用 甚至乎 可以叫做量產 通用化 沒有可能的事 你想想現在 現在要用一輛車 沒錯是型的 但是你想想 那些政策俗 那些東西 就是 規管你用這個東西 你都沒有的 是不是 變成現在用來玩來做什麼 用來玩而已 是啊 而且它都要有機師牌 才可以開的 你想想 它那些是用技術 OK的 但問題是 公司的基本面 甚至乎 整個 汽車的板塊 都真是不理想的 我們都說了很多次 是不是 所以就變成 現在買車股 不是一個 就是要搏反彈 都是那一句 很多東西可以搏反彈 但是你說車股 內房股這些 除非你真是硬明手快 你真是後衝那一下 放下去 它彈 然後走 走破這樣 如果不是的話 不建議考慮著 好啊 那麼汽車股都是暫時不要想 不要啦 車股真的 你想想那個勢 真是欲不甘風 等一下又跌了回去 真的 好啊 另外還有位朋友想問 延氣股 延氣股可不可以上去35元的位置呢 延氣嗎 是啊 嘩 又不是 39元 就好像 35元 35元 沒有難而已 3元計算真的 不是很難嗎 沒有難 這次我覺得可以考慮一下 延氣股的弱勢 其實都擺脫了 延氣股也不算很弱 一佔都算OK 他上次洗一洗倉 那些 那些是政策 那些政策那次都好 不好聽 都不是很特別 大家很快已經消化了 所以都不要擔心 是啊 好啊 再有另一個 另一位朋友想問1398 公行 它是五個半入 現在呢 應該不應該放了它呢 那五個半入 不過這些 內行股又是什麼 你想想內行股本身呢 其實 怎麼說呢 內行股最大的問題就是 就是 都有一句 很多政策要你鬆 但問題是 你說它那個 業績的表現都真的 不是很理想 所以這一隻 你問我自己的話 我對它都是 對內行股有保留的 但你純粹用來收息 用來擺一下 有五厘息 那又未嘗不可的 不過 現在你既然有貨的話 姑且考慮一下 拿著它先 真是沒辦法 但你內行股沒有貨的話 我真的不太建議你買 不太建議 算了 現在它有貨也沒辦法 其實現在這個市場 真的不建議買任何股份 等了 其實我覺得你說 這些市況 最欺騙的地方就是 這兩天打上來 大家可能有些小小的 叫小小的衝勁 但問題是 也有一個現實的問題 就是下一個經濟的狀況 我都不覺得是特別好的 所以你說現在這個市況 最主要是買來搏反彈 還有多貨也要減一減榜 現在的策略都是高位 減一減榜 沒錯 好啊 接著我們都回答一下 電郵朋友的問題 有位朋友想買240 金的ETF 金的ETF 為什麼呢 是呀 金啊 是呀想買的 我又覺得 金價很看美元的走勢 但是你說美元加的走勢 又怎樣呢 都真的有很多人看 因為現在大家覺得 很多事情覺得 美元 我們講的是聯儲局方面 下年的時間 可能會加三次息 今年年底之前會加多一次息 是不是 是不是這樣走呢 甚至乎 甚至乎 你說 現在美國經濟狀況 開始叫做轉弱 所以 你說它是否真的可以加這麼多知識 都真是良人看 我也覺得 可能有少少 變數 所以你說金價 如果你是解釋美元弱的話 金價是有反彈的空間 只不過你說現在這樣看下去 你有美元會否突然之間會很弱呢 甚至乎 你問這位朋友 你問Sparna ETF的話 究竟是否覺得 因為可能你認為 那個叫做地緣政治局勢 變得不太明朗 然後又想去買呢 不知道 本身你的想法是怎樣 但問題是我自己看法 都是那句 金價我看法是比較審慎 雙面有貨的話 那都是要 沒有考慮 沒錯 有位叫Dicky 她說她在博企上班 她說 今年11月都不覺得忙 她在博企上班 博企在那邊 博企 博企啊 她說很靠 一時想不起 我都不知道 11月都覺得不忙 很靠 11就是黃金州 是否奧博 是嗎 應該是 應該是 但是我這樣說回來 我想今年 其實你說 怎麼說 11月我覺得是旺丁寶旺財 這個是真的 其實奧德金 因為可能你說 我們的經濟轉弱了 都真的有些影響 不過 奧博又很難說 奧博那個場 不是有些什麼 就是奧博那個賭場 那個森袍京都去過 愛吃東西 不是賭錢 我覺得她的場 都不是那麼多人玩 話說回來 不過 差不多兩個多月前去過一次 所以沒有 暑假來的 兩個多月前 暑假 暑假 不過說一說 豪賭股跌多了 說真的 市場好像跌少了一點點 這個沒有 對我 忍著快6% 對我來說 都是那句 這位直播的 好 總之豪賭股 仍然都是有信念的 Dicky 你通知 讓我們知道更多的背景 沒錯 好 謝謝Stanley 都和我們分析了這麼多股份 也和你申報 有沒有持有信述提供股份 有銀魚的 好 謝謝 這支節目 差不多會有其他直播節目 待會見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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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